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办Event 一直以来都是我姐姐的心愿 如果 她也没有离开的话 现在站在这里的人不是我 是她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地想要成为她 但其实这些都是我对她拙劣的模仿吧 我永远也成为不了她 陆岳 是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 这位呢就是我陆家的长女 陆岳 就是学业有成了 我今天在这个场合下 隆重地介绍 只有一个目 我要退休了 哈哈哈哈 她温柔 善良 体贴 完全符合了我爸 对她所有的期待 也就那样吧 我觉得呢我姐能画一幅比这更好看的 你不觉得我也像一幅画一样吗 不像啊 我觉得你比画里的人更好看更漂亮的 她温柔 对她的 她温柔 不像一样的 她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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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 她选择了离开 逃离我们 选择不再做那副名为 陆家大小姐的画像 姐 能不能回来给我过生日啊 求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回来的 在我们长区的那个公园间 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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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儿 你先放开吧 等久了吧 你怎么才来啊 生日快乐 怎么了 姐 我都等你好久了 这还没到十二点呢 我们把蛋糕拿回家吧 我们回家一起许愿一起吹蜡烛 好不好 姐姐这次来得匆忙 都没来得及准备礼物 哎呦 我不要什么礼物 我就想让你陪我回家 你不会真的要走吧 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吧 你就那么喜欢他吗 那好吧 我给你放假 放一个礼拜 你跟他出去玩一个礼拜还不行吗 一个月总行吗 一个月之后你必须 方宁 有的些事情 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 姐姐每年都会陪你过生日 那这次 我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这说的话什么意思呀 你这到底要走多久啊 所以呢 姐姐今天 就好好陪你过这个生日 好不好 不好 不过 别这样嘛 好了 别不开心了 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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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小方宁十八岁生日快乐 十八岁了 十八岁了 你是成年人了 那 那 姐姐希望你的人生 像这盒糖一样 远远都甜甜的 我还忍着你用过的 恭喜我们小方宁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了 那你应该 有了第一个男朋友了吧 你要好好珍惜 你的粗量 我才不知道 找什么男朋友呢 祝我们小方宁 二十六岁生日快乐 这个时候 应该赢来了人生当中 事业的第一个高峰期 姐姐希望你 可以闯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那么厉害 我二十五岁那年就能 就能事业高峰和高 这么厉害 嗯 很厉害的你 二十八岁了 你应该找到了人生中的 另一半 嗯 我祝你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白头偕老 等我幸福下去 我们小方宁 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人生中第三个十年 又宝宝了 阿姨 我希望你可以 好好地善待她 给她一个幸福的家 给她一个幸福的家 不要 有好多麻烦 我希望你可以 好好地善待她 其实姐姐人生中 人生中的愿望也很简单 三十岁之前 有一个家 一个孩子 还有属于自己的家居品牌 你又知道了 你都说多少回了 这些对于你来说 都不是什么难事 你肯定是能做到的 那我们一起加油 那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继续了 不要 陆岳 你够走了 姐姐姐姐姐 你别走别走 你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 好不好 你要记得 姐姐会一直在开手 还真运气长大 我还没睡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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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岳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一直幼稚下去了 陆岳 你给我站住 你让 你让 你们还不追 快 你让姐姐走 爸爸 你 你 你让你 让人 你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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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dzy 爹 爹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你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颗心 它最终也没有入院 一场车祸 毁了这一间 之后每年我都会收到一张明信片 它来自世界各地 落款都是Infint 我不知道是谁寄给我的 它好像一直 一直地在提醒我 不要忘记那些痛苦 不要忘记我姐 所以我才会像着了魔一样 疯狂地想完成她的夙愿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她还在的话 她一定做得比我好 冯妮 也是你的姐姐 并不希望你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你们俩始终并不相同 就像来这里的每个人 都会选择不一样的家居 每个人的人生也并不一样 无关对错 只是心愿偿还 心愿偿还 际遇并不会塑造人 而是我们自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选择成为强大的人 方语很心愿 能够在这样的时刻 遇到这样强大的姐姐 是啊 所以我不会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 不要让方语遵从自己的内心 成为她真正想要成为的人 但是方语 请你记住 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这份强大 我愿意做 支撑你的这份力量 凌蕊 无论是我的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我都想跟你一起分享 谢谢你 第二次相见你 第二次相见你 控制情绪 是第几次相见你 都已经数不清 一点点的熟悉 新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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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次相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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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林琪 今天把展会的策划案交给我 好 你看 哇 这开始上了呗 怎么回事啊 照片的事不是已经处理好了 怎么 什么 钱是给过了 刚才找那个记者 他说 杜总 McKenny 这一次是 林琪 这一次是 男女的 男女的 女的 总结的 男女的 你还需要 不许是 你还帮助 女的 男、男的 女的 我可以 我以为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是想对此事做出澄清 或者辟谣呢 这本来就是一出正常的芭蕾舞剧 至于我弟弟为什么会选择芭蕾舞这个职业 我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议论 陆芳妮你是一个女的 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孩子 为什么在家不会做家务 为什么要做男人做的事情 我弟弟喜欢芭蕾 现在有机会有幸参演这个芭蕾舞剧 我觉得挺好的 我为他感到高兴 我们姐弟俩在别人看来 也算是颠倒了一下 不过我觉得 这其实也挺正常的 本来就没有人规定 男人该做什么 女人该做什么 干得漂亮 陆总做什么 小陆总 看来您还是挺会说的 下次你问我 我还是会说我没什么想说的 因为我希望任何人 任何性别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被议论 被评价 他们就像您吃饭喝水一样成长 那不知道 陆董事长 也是同样的想法吗 我看你又意有所指了吧 你一定觉得 陆董事长年纪大了 思想僵化了 但是我要告诉所有站在 看这个采访的人 陆董事长非常开明 他就像我们陆明集团 所有人一样 绝对不会干涉个人的自由 也不会对别人做出的职业选择 抱有成见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是你故意让那个记者把照片曝光的吧 采访也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对吧 为什么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呢 在门 现在一切都公开了 大家都不用再遮遮掩掩掩的 不是很好吗 而且我看了网上的舆论 反响非常好 我们既不用担心陆明的形象问题 又能免费帮我们宣传 作为企业家与时俱进的精神 有什么问题 这样只会让你和大哥的父女关系 变得更加恶劣 你懂吗 即使您人慢慢化解 不过都是逃避问题的手段吧 我不想让当年的事情 在方雨身上重演 好 那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我告诉过你 请你相信我 我会解决好一切的 我就是怕我说了 你不像现在这样的反应 才没告诉你 我好不容易在林瑞的鼓励下 做了决定 林瑞 你愿意听她的意见 而不愿意跟我商量 她根本不知道 咱们家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她这样只会加剧 你们妇女之间的矛盾 他们 这件事情和林瑞无关 是我个人的决定 我希望你尊重我 也尊重我作为公司总经理的 一切决策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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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陆肯定舍不得呀 毕竟那么大一个公司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们家方语打理着 不过现在通讯那么发达 我们家方语又聪明 这跳舞和生意肯定能兼顾得上 就是累点嘛 好啊好啊 到时候一定请你过来看 拜拜 这是我两个小时接的第十二通电话 都是来看我笑话的 让他们看我 大不了都给他们送一些走票 儿子 我都想好了 这是一个机会 就这支油桃 你去给你爸道个歉 把事情全都推到陆风宁身上 我不去 我死都不去 这都摆明了呀 这新闻 照片 全都是他爆出来的 这就是陆风宁的轨迹 他以为这样 就能把你给赶出陆明集团 妈 你是个编剧吗 姐明明是在帮我 你怎么能倒打一耙呢 她帮你 你被她洗脑了你 我早就跟我姐商量过了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只有这样做 爸才不会阻止我继续跳舞 你太年轻 太单纯 太容易被骗 我方宁现在 就是要博取你的信任 好把你赶出陆明 儿子 只有妈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 妈 我从十岁就开始想学芭蕾 你是第一个不答应我的人 你每次打我 你每次骂我 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我之所以一直隐瞒着你们 我不光是因为爸 也是因为你 这一次 你就不能站在我这边吗 不能 什么事情妈妈都可以移住 唯独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能 方宁 你还太年轻了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为什么我会这么做 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 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我会让我好 你 我会让我好 我一会儿呢 有个重要的会要开 就没法送你去机场了 自己在国外 照顾好自己 小心一点啊 姐 你突然这样 我都有点不太适应了 傻笑 那我走了 去吧 照顾好自己 嗯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 去吧 嗯 阿姨快滚 姐 记得来国外看我啊 别瞎玩啊去那边 喂 陆总 少爷可能要去机场 小陆总会在 要不要拦下来 要不要拦下来 让他走吧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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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还有话跟你说 妈 啊 姐 亲的 你上班我摸鱼啊 现在还有我给你出机票钱 我给你出车钱 我给你出学费 就能好好跟我学 好好跳 听到没有 把你这么多年 从我兜里掏出来的钱 都不还我理 去吧 知道了 二樊哥 我飞走了 但我记住了 后悔 不甘心 是要比恐惧更糟糕 无数个事 因为你今年熬过我姐的摧残 发布会一切顺利 接下来 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最新动态吧 之前我不是 只享受了一把失恋吗 现在全好了 因为我有了这个 能看到吗 虽然她现在 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 不能跟我在一起 但是 她已经给我发了 爱的号码牌了 我现在是她心目中 毫无疑问的 第一个人 唐平庙 来了 来了 今天直播先到这里了 灵芮 来都来了 我找陆总何章一样 应该不够 天不及时鱼不可及 至今往想扶起赖脸 天平无奇的臭头皮 你转眼睛的货量还挺大的 我好像是你这个录音笔的主人 回头我还给他 思雨 你那个录音笔交给我一下吧 哦 等一下 给 你要录音笔干嘛 嗯 工作需要 好 谢谢 陆总 这是我们现场发布会的示意图 这里是入口 放置了显眼的品牌标志 还有一些宣传册 中间是主舞台 由于我们整个展厅 是无助的会展 所以我们配合 英菲尼特的现代简约风格 搭建了这个大屏幕 和三个圆形平台 组成的主舞台 我不是说 整个会场都要用 Infinite家具吗 这舞台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就是一般舞台上面的 主持台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一般用的主持台呢 可是陆总 英菲尼特的新品当中 没有这个高度的桌子 没有的话不能找不同系列的产品去拼吗 你们不能拼的话 不能找其他部门的人帮你们拼吗 确认了出席的嘉宾名单了吗 确认过了 还有两位没有给最终答复 那你说 怎么样 我们已经是一位 我们的这些 他们才是一座 中间可能是一座 我们要求他 千亿 我们到壮后 有个附近的 还是 我们要求你 休息十分钟 走吧 走吧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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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静静 在看什么 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快 我在看明天发布会的具体流程 我再过一次 看到多少遍了 十五还是十六 就轻了 你也知道 Invent对于我来说 还有对姐姐来说 有多重要 我大概有那么 一点点 一点点 好吧 这么多 这么多紧张 方宁 你先闭 深呼吸 现在呢 慢慢地吐气 方宁 这是你给你姐姐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是不会有错的 用心准备的同时 心意就会传达到 你的心意这么强烈 一定会成功的 就是你 那是你 最后 我带你 我 你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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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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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冒着 你冒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儿子丢这么大脸 自己却在这儿触风头 都要把家里的情绪带到这里来 记住 今天要安分一点 订阅吗 我有老妈子我能干出什么事 有老妈子穿成你这样的吗 你是长辈 有点长辈的样子 微笑 你干嘛去 上厕所 陆总 这是您样的录音笔 令人已经全恢复了 没事了 辛苦了 没事了 辛苦了 我靠 就算是只有我已经一年的婚姻 那也是只有陆方宁的婚礼 干嘛 凌鲁 干嘛 凌鲁 四百万一年的婚姻 你小子挺会做生意的啊 陆盈 你听我解释 解释个屁 怎么着 敢做不敢当是吧 我靠 就算是只有我已经一年的婚姻 那也是我陆方宁的婚姻 听不听懂了吗 嗯 还有 唐平的医生您还是怎么回事 你让方宁为你伤心为你难过自己 还勾得着别的女人 注意到 这边有误会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了 我告诉你 我说过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方面的 陆盈盈 你干嘛呢 我 喂 信号不太好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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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我的录音笔 陆盈 你 等于是 那没有 对 这很高的 就是 一样不见 敬拜 你 你 可能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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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掌声中和陆明集团旗下 最新家居品牌Infinity 今日正式发布 各位来自各位记者 大家可能知道 Infinity是陆明集团主经理陆芳明小姐 亲自打造的一个年轻品牌 依托于陆 杨姨律师 请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FM! 很敬step 然后来拍摄 陆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们现在还是要欢迎订阅明镜 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上面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有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